哈囉大家好我是Pi-Pi-Pi 好久不見到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再來控制一下爸爸的帳號 那這個爸爸要做什麼呢 沒錯他來幫大家體驗了一下 什麼叫做12等的忍者 所以說我們就上吧 來看看這個12等忍者 他的迴力標會折返 欸不對是巨型標槍會折返 是什麼樣的意思 順便來看看那個暗殺的技能 有沒有辦法給他解掉 所以說我們今天竟然要操作這個角色的話 就是要不斷的叫狼出來對不對 每一次的狼 然後配上藍劍跟我們的小惡魔 喔竟然要拿小惡魔出來 總覺得像小惡魔啊鳥啊 那個藍弓啊這些東西 好像都會有新的角色 不然的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小吃虧 所以就等更新這段時間 很趕快來拍一些有的沒的 似乎差不多該來拍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好了一樣我們要做的事情一樣 就是繼續賭出來 賭出一隻狼 其實硬要講的話 他好像是可以全程都靠賭就好對不對 反正我今天就是來全部都玩忍者的 那我就把這些都果斷合掉 有了第一隻狼出來了 啊對那這個時候我們竟然要靠暗殺的話 這怎麼可能啊你跟我說 這到底要怎麼做到 有人說用暗殺打這個boss也可以 喔我看到他的那個標槍回來了 就是這個意思 不對啊 那這樣子你12等是不是機會更低 我在第五等之前 我只有一招 可是12等之後多的巨型標槍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會怎麼樣 我們先繼續弄一下 那我們一樣該有的控制還是要有 沒有控制的話還是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說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該召喚出這個大富翁來幫忙排隊 欸剛剛那個 欸有有有打掉 可是也不知道他的技術啦 如果他有技術的話 他就可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到底有沒有完成 這一點算是這個遊戲目前有一點尷尬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是3000多塊錢 有一隻小惡魔 但沒有任何的東西 沒有藍劍 然後也沒有狼 我們現在只有一隻忍者 對面已經有出了一隻貓 有沒有機會呢 啊對忘記說 現在對面在控制的是咱們的福仔 你好 呵呵 對我現在家裡如果需要人的話 我都會請他幫忙玩一下 喔呦他的傷害是打得到下面的捏 但是他那個迴旋 有機會嗎 他還要那個10% 剛剛算有打到一隻吧對不對 欸那要出什麼 那就出鳥 這個東西你出什麼都不對 欸不對福仔 你不應該出法貓的 什麼笑的貓嗎 對我以為要出貓 但是因為我們忍者沒有魔 所以你要出的應該就是像青蛙啊 鳥這種瘋狂加攻速 或是大富翁破防 欸對對對對對 出這類的 然後不用進化沒關係 我們全部都靠忍者 順便看看這樣子有沒有機會 8 應該可以吧 我們現在打的是普通你知道嗎 已經有一陣子沒有打普通了 自從我自己也在刷困難之後 欸我普通自己也沒在打 喔他現在的那個範圍標槍就變成 他那個標槍就變成範圍的咧 對啊 好 等於是往前又往後 可是他又只會攻擊最近的那個敵人 那這樣看起來不就沒有用 呵呵呵呵呵 突然覺得好像有一點奇怪 好我這裡非常非常的悲催 什麼都沒有 然後有這個 好啦扣地勢可以來一下 欸幫忙來降一下跑速 好像有一點痛欸 那個忍者的傷害 好像有一些些 可是對面有一隻青蛙 我請福仔就不要進化 欸我請福仔不要進化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靠著忍者過去 欸結果對方沒有進化 我有忍者結果還是輸對方欸 幹 呵呵呵呵呵 有一點小可悲喔這個忍者 等一下而且我還沒有召喚喔 對面的人 欸對面的青蛙已經一萬多攻了欸 我的天啊 哇我覺得有點危險 呵呵呵呵呵 然後還是沒有給我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該來升級一下 等一下再說 很好 他給我三隻鳥 我差不多該來拼一下了啦 對該把狼叫出來 欸狼咧 所以我說欸 啊怎麼都是忍者 啊怎麼都是這些 有藍劍了 不錯不錯 啊你這個是不是有點多隻 啊繼續幫忙存個錢 欸反正現在這個樣子應該可以 這樣子的話 忍者放後面好像還挺不錯的對不對 至少他那個標槍是不是可以打到 更遠更遠的距離 欸我的想像中是這樣子吧 好結果呢我現在來了一堆這個 他還是不給我狼 只要給我狼 我就可以叫出來了 我也要狼 你也要狼 叫狼叫狼 欸這個先拿掉 拜託拜託 我37回合才一隻忍者 而且全失敗 太扯了 呵呵呵 有了有了有了 第二隻忍者 行不行 這就是十二忍者的樣子嗎 呵呵 又多了一隻鳥 去幫我加攻速 等一下再說 39回合 我們兩隻 我們剛剛有稍微記錄一下 我們開局的時候是一次 所以 有沒有機會結束之後 還有兩隻 那如果你有看 你現在看影片的話 應該早就已經知道了 哇超慘欸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所以我說那個狼呢 六 五 欸 又是給我這個 他現在只要給我兩隻狼 我就可以多召喚出兩隻忍者 你知道嗎 六 六 六 殺人 不用給我樹 欸他故意的吧 他知道今天我要玩忍者 就完全不給我忍者 一隻都不給欸 太誇張了 同學 貓 等一下再說 這個也先賣掉好了 不管 我們就直接拼 哈哈 欸同學 拜託你啦 來一點 而且我們的忍者現在是會暈的欸 難怪怪物會卡在那邊 喔那其實也蠻嚴重的欸 對啊這兩隻都賣掉了 不管 沒有看到 好總覺得 好啦該來升級一下 再不升級我覺得要死掉了 哈哈 我們現在完完全全是靠著這兩隻忍者 還有一隻大風在中間打 那我們現在的攻擊 有啦有到5B 有到有一點傷害 傷害是有上去的 再升級一個 來一個藍絲 這個不用 果斷賣掉 這樣子的話忍者要 還是一樣啦 忍者還是要越多越好啦 只不過忍者等級越高 如果他會跟著你的本 你的那個 暗殺去搶的話 那就會有一點虧 然後現在忍者好像有人說 有縮減 從原本的6隻 現在變成只要3隻 但不管如何 終究那個支數還是要有一點多 然後我們這邊 這個暈眩好像有一點兇殘喔 看這個情況 我們先來一隻老虎師傅好了 幫忙加個攻速 如果真的再不行 我是不是要把這3隻往後移 因為他的 老實說 匠房好像有點高 不是 他的暈眩好像真的有點兇猛 好看這個情況 真的是有一點危險 我決定來出一個 這個 幫忙匠房 怎麼了福仔 你說 嗯 就繼續 盡你所能 哪個都重要 青蛙 都重要 青蛙貓 貓的話就是幫我的那個 大富翁啊 對貓的話就幫我的大富翁 可是我大富翁也需要狼 好像也挺難過的怎麼辦 這邊先賣掉 再來一隻鳥 鳥 給我那麼多 龍不需要 我們現在場上有4隻大富翁 給過嗎 我們傷害是17萬多 對面的青蛙 貓咪都14萬多了 青蛙30幾萬 可是青蛙只有單體啊 對他沒有進化上去嘛 所以我們的傷害還是高一些些 還是有高還是有高 真的有一點慘 沒有 叫不出來 哇 而且我要叫忍者跟大富翁 這樣會卡在一起 因為他們都需要狼 才可以叫得出來 現在只要給我 大富 只要給我狼 給我三隻狼 我就可以出三隻 忍者 那我也要大富翁對嗎 都可以 都可以 你隨便 你只要輔助我就OK 對對對 8 術 怎麼又是術 獵人 獵人是有降防啊 這個是降好術 順便增加一下我獵人的傷害 我們現在降防是177 也已經非常足夠 我們現在四隻忍者 好像 有一點點 但正常來講的話 你應該也不會去用他才對 你要用這隻來玩也太用硬 不太那麼的實際就是了 然後我的打死不出欸 四隻忍者 升到八等 現在傷害是四十幾萬 對面的話是 一萬多加八十幾萬 完全沒得比啊 完全沒得比 但是我們的傷害有比對方高 有比對方高 應該這是十二等的原因 對 讓忍者有一點點的範圍攻擊 但也 也僅此而已 對也僅此而已 看一下 對啊 他的暗殺暈眩 而且他暈眩時間還蠻長的 五秒加零點六秒 你看我後面那兩隻 只要出狼 不是出狼 忍者 不錯不錯不錯 再給我一忍 然後 大風大風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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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些 給我大風的話 也可以去加我的那個 加我的 破防 還可以多拿到幸運幣 我個人覺得 這個時候我就很喜歡 大風的輔助 昨天拍過大風而已 大風他是可以吃得到回魔的 所以他的回魔也蠻重要的 如果攻 而且這個遊戲他的回魔 其實還有第三種 就是攻速 攻速越高 他的回魔的效果也越好 多了一個藍鍵 多了一個指墊 這些都不要 給我狼 拜託 現在場上總共有五隻忍者 75 欸其實還算可以 福仔你不能減速一下 你不能減速一下 感謝你 好 又出這個 好像真的有點糟糕 你的大風在前面打過來才可以 他才會觸發他的能力 我以為青蛙不可以 欸還好 因為我 應該都差不多 青蛙他輔助在這個地方 算輔助 77回合 欸 就這個情況 感覺應該都是忍者在打 但是 是忍者的暗殺技能嗎 總覺得他可能要調整 可能忍者暗殺技能 跟忍者的巨型標槍的技能 應該都要算在內才對 不然的話 好像不是那麼的貼切 然後我這一局硬要說的話 才出了七隻狼 然後都沒有 哇靠 有點糟糕欸 同學 先把這兩個賣掉 不要跟我說 我把兩個蠻劍賣掉 他就等一下瘋狂給我出來 鳥 又一隻不用鳥 欸不是不用鳥 就是攻速不需要 有了 我們的BOSS 好像打得蠻快 但是對面打比較快 完全沒有用 我一百多萬的傷害而已欸 可是我的輸出還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代表 對表的是對方打王還是比較快 但是我這邊清兵的效果應該好 那麼一些些 因為我的輸出比對方高 但是打王的話 我們的福仔那邊比較快很多 而我們兩邊的強化 對面 福仔的攻擊力升級才升級了 沒有 他升級到13次啦 我升級到只有8次而已 好啦 我覺得忍者12級 應該不用想太多 真心是沒那麼需要 真的是沒那麼需要 然後我去外面稍微看一下 不過我沒有辦法 因為忍者12級 然後就確定這個 他會不會強到 欸有欸 有中欸 但是也不知道說 是不是我巨型標槍也算 還是說我前面其實暗殺技能 已經殺到很多了 對我們剛剛這個原本是1啦 對那個時候是遊戲開始之前 我沒有截圖 你覺得要12嗎 個人覺得真的是沒有必要 而且我竟然叫他 他叫的比其他職業還痛苦 照理來講 欸對 其實貓還比他好叫欸 貓只要1個紫色就可以這一切 然後呢我這邊的話 其實也是1個紫色 對其實也是1個紫色 只是我一直叫不出我的狼而已 叫出狼的話 藍劍跟惡魔應該都算好叫的 沒錯 好啦 有人應該知道了吧 忍者不要去搞他 你去搞他 沒有好處 你要搞他我就不如搞大富翁 因為大富翁的話呢 他那個12級的這個變異的效果 還會再多20%階級 多給你1顆幸運石 一次給你2顆 欸這真的是超級超級強 甚至啊你要搞忍者 我覺得不如去搞個變形怪 可能都會比較好一些些 因為他還有這招可以玩 那這個迴旋標槍呢 除了讓他的單體變成範圍以外 除此之外 好像沒有任何的差別了 欸甚至我覺得你去搞個那個 印第瓦特來玩 可能都比忍者還要來得香 忍者6級呢 只是為了他的頭像而已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忍者12的開箱影片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我是B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啊 掰掰 4 2 1 2 2 2 3 2 4 4 2 3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